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員囉 歡迎大家加會員成為 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 訂閱按讚加會員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好 再來看到 在中國大陸另外一個地方 也就是華洋郊 這個位置在這個地方 然後有拍到什麼照片呢 拍到下面這個照片 那中國大陸修建了炮樓 把這些防禦的工作 比喻叫炮樓 其實並無不妥之處 為什麼呢 中國大陸確實 直接在樓房上架設了什麼呢 包括這個 76毫米的艦炮 以及來看到下面這個 30毫米的禁防炮 而且也搭配了相應的 所謂的火控的設備 以及使得它不僅擁有 攔截飛行器 還有巡航導彈的能力 而且它還能夠直接 對於靠近中國大陸 南海人造島礁的這些 外來艦船進行攻擊 所以陸美來看到 書建雜談就分析了 建造這種所謂的炮樓 真的是意料當中的事情 而且中國大陸在南海的人造的島礁上 其實非常的平坦 所以你要有制高點 如果說你不把所謂這個地方 比如說30毫米的禁防炮 跟76毫米的這個艦炮 安裝到了樓房上面的話 其實這個直射的火力 就會遭到大幅的削弱 所以中國大陸這種所謂的炮樓 實際上就是參照了軍艦的佈局 這很像一個軍艦的相關的佈局 剛剛說的30毫米的禁防炮 屬於比較低的位置 另外來看到76毫米的艦炮 則是稍微高一點點的位置 火控裝備則是在更高的位置 另外以獲得更好的態勢感之能力 而最後是這個大圓頂 這個大圓頂被推測說 可能是對於遠程的對空對海搜索的雷達 負責是更遠距離的相關的偵查 所以要更高一點點 所以當然這些配備齊全的 這個所謂的炮樓 當然也被發現是有一些炮樓 好像省去了最後面這個所謂的大圓頂 譬如說下面這一張 陸美就發現書建雜談分析說 為什麼沒有這個大圓頂呢 很可能就是因為它的警戒的方向 其實已經不需要進行遠程的對海 或者是對空的探測 只需要進行基本上的中距離的 中近距離的防禦就可以了 有可能是透過是戰場的數據列 能夠怎麼樣呢 直接從其他單位的兄弟單位 去接收到相關的火控數據的作戰需要 所以來看到 它也許是別人給它相關數據 不需要這個所謂的圓頂了 另外再來看到這個炮樓 並不是大陸的南海人造島礁全部的防禦手段 陸媒其實也有特別分析 在美國媒體拍攝 他們說菲律賓媒體 他們拍攝的照片當中 你也看到有一些像是 車載的相控陣雷達的系統 這種車載的相控陣雷達 一般是用來為陸基車載的中遠程 防空導彈系統提供目標的火控的數據 所以可以確定島礁上還部署車載的中遠程的防空導彈系統 這樣一來 大陸的南海人造島礁就有完善的防禦的手段 就是你不要想要來攻擊它 此外中國大陸的南海人造的島礁上 你也可以看到大型的車庫 還有重型的載貨卡車 另外外媒就據此說 中國大陸應該還在南海的這一些人造島礁 配備了機動式的入機反艦導彈的發射車 以此擁有強大的遠程反艦作戰能力 另外再來看到 美國現在真的是處處要圍堵中國大陸 但是中美都很需要管控分歧 來看到31號的時候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 應約跟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來進行通電話 就當前以及以後的中美關係交換的意見 布林肯表示說 美方關切中共二十大還有大會的報告 王毅則說 二十大是一次的團結民主跟進取的大會 大會最重要的成果就是 響應全國全黨人民的共同的願望 而且確立習近平總書記 在黨中央全黨的核心的地位 確立習近平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的主義思想 為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的思想 然後他也說 中國大陸會繼續沿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這一條已經被驗證的成功的道路 堅定不移的走下去 他也提到中國的黨跟政府的大正方向 會保持高度的連續性跟穩定性 不像你美國沒有穩定性跟沒有延續性 另外他也說大會發出的很重要的訊息就是 中國大陸會堅持維護世界的和平 促進共同發展的外交政策的宗旨 繼續奉行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 用中國式現代化推動的是人類整體的進步 以及中國的新發展 為世界帶來新機遇 他也說中國大陸是動盪不安的國際情勢 提供最穩定性 另外王毅也提到美國如果你真的想要了解中國大陸 他說請你美國好好認真地讀一讀二十大報告 中國大陸的內外政策是非常公開跟透明 戰略意圖也很光明磊落 美國你不要再戴著有色眼鏡主觀的意測好嗎 更不要讓意識形態偏見蒙蔽了雙眼 王毅也說推動中美關係 返回穩定的發展的軌道吧 不僅符合的是中美共同利益 也是國際符合的期待 你不要再打壓中國大陸了 為兩國關係製造新的障礙 美國出台一些相關的管制呢 其實違反了自由貿易規則 損害了利益 必須要予以糾正 再來看到美國圍堵大陸 也準備在澳洲部署B-52轟炸機 針對中國大陸 澳大利亞呢 其實說美國需要呢 要部署最多來到六架 可以攜帶核彈頭的B-52轟炸機 被認為就是針對中國大陸 對此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 美國這種做法真的 其實會破壞的是地區穩定和平 中國大陸在南海的人工島的軍事設施 展現了能夠捍衛領土的底氣 還被美國媒體形容是不成的航母 所以您覺得美國是真的感受到呢 中國大陸軍事崛起嗎 還是刻意要炒作中國威脅論呢 來聊電視寫下您的看法 借多留言以及按讚 我們現在看到 按照菲律賓攝影師拍攝了中國大陸 比如說包括什麼呢 像是有華陽礁跟美濟礁 另外還有包括的是永暑礁 這些相關的設施 我們一起來聚焦 包括了這一個 要說的是永暑礁的相關照片 比如說在中國大陸漸層的機場當中 你可以看到永暑礁上面有什麼呢 有這個所謂的跑道兩側 這個是機場跑道 跑到這個地方 你會看到有一些像是機庫的部分 還有一個是頂部有天線照的大塔 天線照的大塔 另外還有附近 還有一片好像是通信的天線等等 另外還有看到 還有另外一種是圓頂的區域 這些都是看的一清二楚 穿過了海港 你可以看到另外一組 這是另外一組的像是 又有圓頂塔 還有這些混凝土電板相關的 相關的這些相關的設施 還有看到這一個 是四門的車庫式的結構 妹妹說這些所謂的車庫的 一個確切用途 尚不知道到底要幹嘛的 但是可能是怎麼樣呢 容納或維修 這些快速部署 用於發射地對空 或是反艦 甚至是地對地的導彈嗎 好那剛剛說到 這個永暑礁的機場的跑道上 其實還發現了這一個 也就是上面有這一個 這個地方看到的是空警500的 中型預警機 在作戰的時候 空警500中型預警機 就能夠為人造島礁上面的 遠程防空導彈 還有遠程反艦導彈 能夠提供怎麼樣呢 能夠提供目標的指示 還有中繼製導的服務 而目前中國大陸在南海的 島礁機場的建設 可以說是非常的完善 除了剛剛說的 空警500的預警機之外 中國大陸海軍的航空兵 比如說有像是什麼呢 像是殲-11BH戰鬥機 還有殲-11BSH戰鬥機 或者是中國大陸空軍的殲-16戰鬥機 都能夠常駐在這些所謂的島上 因為修建了大量的永固式的機庫 中國大陸的海空軍的航空兵 就有這些戰機 都能夠放在這個島礁的機場上 進行很完善的保護 好 陸媒書建砸談也分析了說 如果再加上了強大的遠程防空作戰 還有遠程的反艦作戰 以及中近程的防空作戰能力的話 美國媒體把中國大陸的南海 島礁機場稱作是不成的航母 也不算誇大 好 這邊我們要差提說一下 剛剛提到的這個空警500 中國大陸的空警500跟什麼呢 跟空潛200呢 其實都被說怎麼樣 還是好像類似在海軍一樣在下餃子嗎 這種所謂的特種機型直追美國 這為什麼呢 陝西飛機製造公司陝飛 一直被稱作是新中國特種飛機的搖籃 它其實是1969年所進行創建以來 陸陸續續製造出了空警200 空警500這些相關的預警機 反潛巡邏機這些明星的特種機型 最近就有報導來看到說 在它的這個所謂的機房外的停機坪上 就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這些相關的 這次沒有秀出來 密密麻麻的這些所謂的停放著十幾架 等待要試飛交付的空警500 還有空潛200的反潛機 另外還被看到電子飛機這些相關的 陸媒來看到的是宅彥兵觀察室 他就特別有分析說 說就會發現說能夠閃飛這次公開的 所謂的空警500生產線 就代表什麼呢 空警500已經不再是秘密了 按照中國大陸軍備的相關武器研發 就特別有發現說空警500已經不再是大陸國家 最先進的空中預警機了 這也意味著怎麼樣呢 這也意味著他要去理解 中國大陸國家的新一代的空警3000的 戰略預警機已經在路上了嗎 他就提到這個所謂的空警3000 不僅會擁有優秀的對付隱身目標的能力 而且還能夠是未來戰爭當中 大機群空中機動作戰的空中指揮中心 而空警500跟空潛200 為何它能夠加速很加快的生產鏈呢 主要就歸功於這個叫做脈動生產線 叫做脈動生產線 什麼叫脈動生產線 它就是當飛機完成了 當前階段的製造工作之後 就會轉移到下一個固定的地方去進行生產 這種移動很像是人類的血液的脈動 所以這種生產線就叫做脈動生產線 好 中國大陸譬如說 運9它就有怎麼樣的 它的生產線被劃分為是五個不同的所謂的站點 譬如說從中國大陸官方的報導中 當中你可以看到 當它完成了機身跟起落架的安裝工作之後 運9其實就會怎麼樣進行生產前 它就會先安裝什麼呢 像是先安裝像錘尾以及機翼的部分 然後再來安裝的是四台的發動機 接著再去安裝像是起落架 還有艙門 還有包括的是機身的艙門 最後才是走向生產線 就是一架能夠試飛的全新運9的載機平台 而有了剛剛說的這個脈動生產線 中國大陸造飛機就被形容說 好像跟海軍一樣不斷的下餃子 所以在2016年的時候 陝西飛機製造公司就建成了 這一個所謂的運9脈動生產線 而運9的生產就非常快 到了一個快車道 另外根據報導也有相關的分析說 中國大陸現在不只是運9 空井500還有空潛200 都有這個脈動生產線 還包括什麼呢 殲20 殲20它也有脈動生產線 運20它也有脈動生產線 所以它的建造的速度就非常的快 從公開數據來看 中國大陸戰鬥機現在 每年是用100多架的速度在進行換裝 戰機的規模已經接近了世界第二名了 再來看到中國大陸在南海 擁有捍衛主權的軍事實力 更希望跟南海 這些域內國家和平相處 比如說來看到很多域外國家 美國跟日本 這些域外國家卻不斷的拿南海挑釋 所以您覺得越共總書記 阮富仲 他成為習近平主席二十大之後 正式開展大國外交第一個接待的來賓 如果越南都敲定了南海行為準則 美國跟日本真的有資格挑釋嗎 聊天室一起來互動 前週紐約大使這文集就說 這些所謂的域外國家 你根本就沒資格說三道四 南海行為準則的談判 已經第一份有關的這些版本 已經快要通過了 所以看起來是一個很快速的進展 很快速進展 那這些現在就是所謂的 就是說深鎖國之間的 區域內的國家之間 現在正在談 域內國家 這些就正在談這個問題 所以域外國家說實話 應該沒有說三道四的 這個空間 那本來這個水域 你說它很嚴重 其實事實上不嚴重 因為有一些這些海洋反專家就講說 如果這個地方是有爭端的 是有可能的軍事衝突的話 那這邊這個航道 基本上南海這個水域的航道 它的保險費會增加很多 那麼這麼多年來 這個它這個行使 這個水域的這個保險費 從來沒有波動過 也就顯示說 這一些尤其美國 事實上把這個地方 講得很緊張的國家 事實上都是誇張 言過其始的 事實上這個區域 非常非常的平和 那過去這件事情 被鬧得到一個高潮原因 就是美國所死 當時的Arkino總統 把這個事情 提到國際法庭 然後配合日本 那這日本跟 美國都是這個域外國家 為什麼要煽動一個 這個域內的國家 來這個事情深事 可是即使是判決以後 事實上這個事情 因為菲律賓的 那個總統換人以後 這件事情也就慢慢落 就是說落幕了 大家都要用務實的方法 來解決這個問題 的確我們一起來聚焦 務實來看到這個相關的正義 尤其是越共總書記 阮富仲 他印中共總書記 國家主席習近平邀約 30號到11月2號 正式訪問中國大陸 成為二十大閉幕之後 首位訪華的外國領導人 同時阮富仲 他自己三任 越共總書記之後 他自己首次出訪 另外2020到2022年 其實習主席 跟怎麼樣呢 跟這個所謂的軟富仲 他其實有怎麼樣 四次的通上的電話 他其實是自2016年以來 越南連續多年 就是中國大陸 在東協最大的交易的夥伴 中國大陸連續18年 可以怎麼樣呢 可以說是 這個是越南最大的交易的夥伴 其中2019年到2020年 中國大陸還是越南 第四大的投資國 到2021年的時候 已經成為越南的第三大的投資國了 截至2021年的年底 大陸企業其實累計在越南投資 來到213億的美元 日經亞洲 他有特別報導 來看看旁邊這一個 他說中越的貿易額逐漸的增大 聯合國的相關數據就顯示 兩國的貿易額 在2020年超過了 1330億的美元 是2012年的時候的三倍多 另外在2020年的時候 越南出口到中國大陸 佔了它出口總量17% 還有大陸進口佔了越南進口的總數 高達32% 即便新冠疫情 對全球經濟造成的衝擊 但是兩國的貿易 持續是向前發展的 譬如說這個數字 2021年的時候 月中的雙邊的貿易額來到多少 1659億的美元 比2020年增長了24.6% 另外今年的前八個月而已 其實兩國進出口額 已經來到1174億的美元 比2021年同期增長了10.8% 好習主席23號他三度的 連任了中共的總書記 好那另外同樣都是社會主義兄弟 同樣在去年也是完成三連任的軟副仲 當天他非常的開心 就在賀電裡面代表什麼呢 代表越南共產黨以及中央委員會 還有他個人名義 等於是兩個名義了 用雙祝賀的規格 熱烈的祝賀習近平主席 再次當選的是中共總書記 並且用同志來稱呼習主席 那軟副仲在賀電當中有表示說 對於中共二十大成功舉行 尤其是不斷完善的新時代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 體系當中創新發展跟步伐 戰略視野 還有大會為中國長期發展 以及來看到力爭是要實現 第二個一百年提出非常重要的任務 他覺得感到很高興跟誠摯的祝賀 所以軟副仲說他相信 在以習近平主席為核心的 中共中央委員會的領導 跟新時代中國特色的所謂的社會主義的 習近平思想的指引之下 中國大陸全黨跟全民都會來到 完成中共二十大所提出來的各個目標 盡早勝利 而且也可以看到說 把握中國的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 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強國 好 微信公眾號牛潭請就特別分析 中越關係真的是很特殊的 這次訪問可以說有三個不尋常 包括什麼呢 第一個軟副仲是二十大之後大陸接待的 第一位外國級的領導人 另外這也是軟副仲越共十三大 再次連任後的第一次出訪 還有這是疫情三年來 中國大陸用正式訪問的禮節 第一次接待外國的領導人 所以牛潭請就說 如果你是真的有熟知中國大陸的外交 你就會發現說 在過去三年來訪的外國領導人 多半是什麼 工作訪問 但是這一次是正式的訪問 當然不一樣 這就意味著是全套的外交的禮節 而至於為什麼是軟副仲呢 牛潭請有分析說 應該在放眼世界上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大背景之下 有三個不尋常的背景 這個包括第一個背景就是 二十大之後大陸第一個接待的外國領導人 就是來看到 就是要跟他介紹說 我們二十大之後的相關的發展 跟相關的願望 越南跟中國大陸都是 世界上最大的什麼呢 最大的兩個社會主義的國家 這樣的所謂的第一次毫無疑問 也就是大陸向越南發出的信號 也就是中越的關係很不一般 而且呢按照以往的慣例呢 越共總書記第一次出訪 一般會選擇是老挝 也是是寮國 但是軟副仲最近兩年都沒出國了 連任後第一次就選擇中國大陸 肯定不是心血來潮 也對中國大陸發出很強烈的信號 另外還有包括的是說呢 中國大陸跟越南可以說是非常的往來密切 二零一七年的時候習主席就訪問了越南 一起吃早餐散步茶序等等的 所以經貿往來也很密切 第三個背景也說美國不斷的挑撥離間 但是越南是獨立國家 的確對話會有不同的聲音 不過越南絕對是堅持社會主義 堅持反對顏色革命 另外再來看到說習主席不只是這個越南 巴鐵也要來訪問 還有東非坦桑尼亞女總統也要來 肖子也要來 所以可以看到習主席大國外交 第一步選擇越南真的很關鍵 好現在看到全世界是不是有所謂的反美浪潮 巴西最新的選舉有出爐了 在第二輪投票當中 76歲的前總統魯拉 50.8%的票率顯示 由著巴西川普名號的極右派的67歲 現任總統波索納羅 他就被擊敗了 魯拉正式當選新任的巴西總統 也呼應了拉丁美洲最近幾年有怎麼樣呢 左派當頭粉紅浪潮 看起來美國的後院要失火了嗎 尤其對此中國大陸外交部表示說 中方是由衷的祝賀魯拉先生 再次當選巴西的總統 祝願巴西的國家事業 不斷的有一些新的成就 中國大陸跟巴西都是發展中國家大國 重要的新興國家 要共同為所謂的戰略的夥伴 中巴建交48年來 中巴關係是非常健康穩定發展 各領域成果都是非常豐碩的 聖保羅萬頭鑽動 嗨翻天 群聚在各大街頭 機動為巴西下任總統歡呼 在第二輪決選中 左派魯拉以51%得票率 擊派右翼 波索納羅的49% 正式當選新一任巴西總統 魯拉在2003到2010年間曾擔任巴西總統 當時他爭取到由巴西主辦世界杯和下級奧運 讓巴西要上世界舞台 重回全球經濟實強行列 但在2017年卻因涉嫌貪污遭指控不當利益輸送 而面臨一年多的牢獄服刑 從前總統到囚徒 再到如今重掌總統大位 魯拉的政壇生涯 精彩事蹟有如上演一出驚奇逆轉獸 巴西本次的總統大選 關乎亞馬遜熱帶雨林的命運 環保人士認為相較於波索納羅 以農業和企業的利益作為考量 魯拉主張環境和氣候問題 因被視為國家發展模式 不因為追求經濟成長而砍發森林 美國總統拜登也發表聲明 祝贺魯拉 並期盼未來能共同合作 魯拉以些微差距 擊敗了有著熱帶川普之稱的 現任總統伯索納羅 也呼應了拉丁美洲近年 向左轉的粉紅浪潮 二度執政的魯拉 如今要面對經濟停滯不前 預算限制緊縮 國會對立嚴重等種種棘受難題 魯拉未來政治道路上能否破關斬將 扭轉頹勢 同時也關乎拉美左右派勢力消長 這很醒波勞 最近真的讓全世界都非常揪心的 就是南韓首爾的黎泰院二十九號 發生的南韓史上最嚴重的推擊 跟踩踏的意外 由於當時是正值萬聖節前夕 非常多的民眾來這邊參加活動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就踩踏事件 也造成重大人員傷亡 向南韓總統尹錫悅發表慰問 然後也希望傷害能夠降到最低 由於中國大陸有四名不幸人罹難 中國大陸也說非常關注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